我们上一段影片有介绍如何去安装自己的YouTube平台 就是这个PureTube这个开门软体 安装完之后呢 它其实是一个长得跟YouTube非常类似的功能的平台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的影片 所有YouTube的影片全部都下载回来 以前我们讲说砍站有没有听过 把整个别人的网站全部砍回来 可是因为这个有侵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目前不要去砍别人的 我们砍自己的可以吧 砍自己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YouTube频道 那这边就有个频道的网址 我就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这边我们先到这个后台去 有一个YouTube下载 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任务就是 另外把网络型要来人包影片全部下载 这个任务名称自己取的 然后这个网址就直接把它贴上去 那他这边有跟你说 可以输入YouTube的影片频道或用户的网址 比如说影片 单一个影片或频道 像我现在就是整个频道 或者是某个用户 某个用户 那这三种方式都可以 如果我输入整个频道的话 那这个频道的所有影片 全部都会下载到我自己的电脑里面去 然后本地用户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它下载到我自己的哪一个账号里面 这个使用者还没出来 我刚搞错了 本地用户不是这个名字 我后来又新增了这个 第二笔 本地用户PT-01 这个意思是说 Peartube这个伺服器里面的用户名称 也就是这个PT-01这个账号 所以我刚测第二次才成功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次 比如说这个影片好了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我在后台 新增一笔 然后下载 YT 贴上去 然后一样PT-01这个账号 按确定 确定 然后我们回到日志 日志这边的YouTube下载看一下 已经开始了下载YT 这一笔记录 然后这边有一个info就是它的讯息 就是下载刚刚这个网址 没错吧 后面是5O68 不是这一个 重新整理一下 哦呦呦呦呦已经在跑了 这个这个没错 最后是MDK MDK嘛 对这一串没错 记录已经跑出来了 然后 你看 往这边已经跑出铃铛提醒 您的影片 Opress ES网站已经要已发布 哇速度蛮快的哦 转件整理一下 哦耶真的跑出来了 哦 所以就这样设定 那如果你是整个网站砍下 整个频道砍下的话 哇那很可怕 你就把他丢着背景 让他自己跑 我来看一下整个频道砍下 你好我是刘奶爸 直接剪了 砍自己的哦 不要砍别人的哦 你砍别人就侵权哦 除非你们自己是好朋友 然后要放在同一台伺服器里面 然后我再来YouTube下载 重新新增一次 下载 点到 点上去 101 确定 开始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字 YouTube下载 哦跑出来了 下载频道 好让他慢慢去跑 然后再到我自己的 PureTube平台看一下 好没那么快哦 他如果有新增的讯息 这边通知就会跳出来 还不错耶 然后打勾后他就把这个讯息删掉了 把这个 的讯息 红色的字就删掉了 重新一下看看 哇好快啊 诶第一支YouTube影片诶 哇他照顺序载诶 从我的第一支YouTube影片开始下载 诶这边又跑出来了 哇哦 重新整理一下 哇 哇令人怀念啊 令人怀念啊 十几年前的 十几年前的影片 哇 我还不错诶 就让他放着背景让他自己慢慢跑 看一下他log檔 哈哈哈哈 真的下载这一支影片 哇他这样就可以把我整个频道的影片全部下载到我自己的server里面来了 然后把他点开之后就可以直接看这个影片了 哇啊太棒了 太棒了自己的YouTube平台啊 太棒了 有免费试用版 有免费试用版 免费试用版 去哪边下载 到他原厂网站WN SPT 这边就有一个下载 这边安装流程还有下载 我们下支影片再继续来介绍一下 看看Peartube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们再来介绍